今天持續受到大陸冷氣團的影響 在北部跟東半部的觀眾朋友們 溫度的感受上依舊是偏涼冷的 至於在中南部地區白天的高溫 同樣有機會可以來到25度左右 冷的感覺要入夜之後才會比較明顯 而日夜溫差大的天氣狀況 要請大家多加注意了 至於部落裡頭更詳細的天氣預測 一起來看為您整理的上海氣象 來到屏東的市場母帶一根滿洲最低溫 12度高溫是只有19度 雲亮偏多的天氣 泰宇蘭一根春日最低溫10度高溫是只有21度 三地門屋台一根滿家最低溫8度高溫 同樣是只有21度 高雄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5度 地點是在桃園 而高溫是只有19度 加伊達里山溫度是落在5到17度之間 南陸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2度地點是在仁愛 而高溫是只有17度 台中的和平溫度是落在4到16度之間 苗栗的原鄉地區最低溫7度地點是在南庄 而高溫是只有14度 新竹的原鄉地區最低溫降到2度地點是在尖10 而高溫是只有13度 北部地處來根復興最低溫5度高溫是2度 伊朗的大同跟南澳最低溫6度高溫是只有15度 花蓮的部分形成花蓮石跟吉安最低溫是4度高溫17度 秀林跟萬榮最低溫7度高溫是只有17度 秀峰跟豐冰最低溫11度高溫是17度 鳳林光復跟瑞水最低溫11度高溫是只有15度 花蓮南區的部分最低溫降到3度地點是在卓西而高溫是只有14度 台中的海岸線最低溫13度高溫17度 縱古地區最低溫降到9度地點是在海端而高溫是只有15度 陸野台東市跟北南最低溫12度高溫18度 南葵地區最低溫降到8度地點是在京峰而高溫是只有19度 雅美大屋村的蘭嶼溫的出落在17到19度之間多雲的天氣 外島的蓮江金門跟澎湖最低溫11度高溫是只有18度